普丁呛 十四天拿下基辅 乌克兰大战将至 探视受伤的乌克兰政府军 总理耶森游客表情名重 汉军和俄国坦克携手 前天逼得乌克兰政府军 弃手鲁干斯克机场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大战就在家门口 恐怕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伤亡 还说俄国几次威胁 假如继续抵抗 会准备启用核武 意大利媒体报导 普丁和欧盟职委会主席 通电话讨论乌克兰议题时 开呛两周内拿下基辅 但俄国通讯社否认 欧盟后天会决定 对俄国的新制裁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将出访爱沙尼亚 并参与明后两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英国召开的峰会显示立场 复兴玩总和报导